你说我就是我闹心 我不可能说 逮着一个人就说对吧 我肯定是跟我最亲近的人说 那我除了你 我还能跟谁说呀 你跟我说我也听啊 我跟你说你在听吗 我觉得你发泄出来 你心里舒服一点就好了 这么听起来 它对你比较冷淡对吧 对 就是感觉就是 我俩不像一个正常处理 像一个 其实我感觉我俩在一起的时间 也不短了 四年 四年我感觉正常应该是 由爱情转化于一个亲情 然后两个人特别特别了解 像家人一样 但是我现在一丁点 我都感受不到 我就感觉我心 我觉得像你说的 咱们两个应该像 现在像亲情一样 所以说就没有那么多激情 没有那么多浪漫的事情 我要的是那种平平淡淡的 要我心里踏实 我就已经蛮处的 你发现平淡而不踏实是吧 对 他在外面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吧 有一次他商演 然后我陪他去 我有一个同学 就是高中同学 一个女孩 然后我那天去陪他商演的时候 那女孩也去了 我能感觉到 那女的好像是对他有意思的时候 我心里本来我就不舒服 然后那女孩就是 主动要他背信 然后他唱歌的时候 那女孩就主动牵他的手 他唱完歌之后 下来的时候 然后还主动跟他合照 然后我就感觉 心里特别不舒服 我觉得这件事情 他挺小心眼的 因为我平时就是做一些商演的这种工作 而且在台上的时候和在台下是不一样的 他上去牵我的手 我觉得也就是可能他觉得玩得挺高兴的 就上去 就上去 请不吝点赞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